用不同的树种来进行创作 一次又一次的学习 长辈欲作与有兴趣 接触树艺 让他们的生活增加更多乐趣 感恩跟老师有感恩 真好 怕把我们送来吃 真幸福 这里就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桌面是很好 可是我刚刚在学习做 有比较紧张一点 藉由南罗县中心生活美学协会 安排数益老师 走入草轮镇赋寮寮社区 以及YMCA据点 让公益成为互动平台 促进长辈的感官刺激 和人际关系交流 创造幸福感 说这一出品 说到大变变变变了 像你早上来 有点运动来 做这个公益 我很有幸福 这个我真的要做 每一周我都会来 我们可以先去想象力 那第二个部分是让老人家 去完成整个作品 他需要很多的一个精细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颜色的配置 也是蛮重要的 这是跟以往的其他的一个 手作或艺术辅寮比较不同 课程的规划 主要结合公益师和职能治疗师 共同来支持服务 引导社区长辈尝试学习新事物 甚至能够成为社区据点志工老师 穿达创作的快乐 按照这个步骤跟顺序 甚至是有一个图像的解释 比如说第一个步骤需要先完成什么 第二个步骤再黏什么 那第三个才可以把它完成这样的作品 那其实我们的长者 透过这样的顺序去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完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星火相传 你知道吗 那其实就可以老人家叫老人家 那其实在这个整个社区来讲 它就可以永续的发展 爸爸爱你啊 你以照顾预防的角度 中心生活美学协会来设计课程 延缓长辈失智以及失能 能够在地健康老化 记者女性脑线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